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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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我們看到了這個第一部份 這個最後面的地方 在那裡他談到他自己的一個切身的經驗 在這個經驗裡面就是如果你仔細讀的話 他有一個打錯的錯字 我把它寫在這個頭領片上面 他後面就寫對了 但是第一次出現的時候他把那個C打成S 這個有可能是守名之物 當然也有可能就是這個在印刷的時候的問題 Samuelson 他在當時就是在他那個小時候的經驗裡面 他因此就產生了一個迷惑 那麼這個迷惑他在書裡面 就是在第二頁的這個中間那一大段 中間那一大段倒數第四行的地方 他說It was as if I've fallen through some wormhole 他覺得他好像掉到了一個蟲洞裡面去 當他埋在那個棉被裡面然後蒙穩這個枕頭的時候 他好像整個人好像靜繞了一個世界當中 這個Susan wormhole in the pillow and enter into the numerous zone before creation 好像突然的回到了上帝創造世界之前的那個情況 Where God was scratching His head over possible walls 那時候就是上帝還沒創造世界 所以他正在燒著他的頭 在想說這個世界應該要怎麼樣呢 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說Yes I was filled with intellectual parliament 所以他那時候就充滿了那樣的一種迷惑 那麼這個迷惑他把它稱之為叫 intellectual parliament 然後是一個自信上的迷惑 是一個理智上跟我們的思考相關的那樣的一個迷惑 那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事實上我們隨時都可能什麼 進到這樣的一個迷惑裡面去 那我自己在我小的時候 這個比這個Samuelson還小的時候 我甚至當時就有一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這個世界是真的嗎 然後我甚至懷疑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會不會其實只是演員 那演我的爸爸跟演我的媽媽 然後當我這個離開我的家 到隔壁的鄰居家的時候 我爸媽媽就這個死屁孩走掉了 然後他們就休息 就現在不用演這個演戲了 然後我一到鄰居家 然後鄰居家的人就趕快動員起來 因為這個死屁孩來了 然後他們就要演我的鄰居 這個王伯伯 王媽媽 然後演這個鄰居家的小孩等等 就這樣的一種情況 我自己在小的時候 常常對這個世界 好像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懷疑的態度 那Samuelson他也想到他自己的一些懷疑的態度 我不知道在你看這一段文字的時候 是不是也讓你掉到了某種 對於這個世界有某些質疑的時候 而在那個時候 其實常常就是一個 這個哲學思考的一個開端 那Samuelson 在談到這個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迷惑 我們在前面講到這個 wonder 這樣的一種感受 除了迷惑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敬畏 那麼他在下面就 這個 接著談到的 就是他說 but the experience involved more tha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llectual puzzles 他說事實上這不只是一個 intellectual puzzles 而已 It was as if those questions are jolting through my nervous system with supernatural electricity 他覺得他仿佛是被電到了一樣 if I feel all the variations on why and how is one big holly creepiness 那麼 在這裡他就談到了他那種被電到的感覺 在這個第二頁的最下面的一段 那麼他當時就充滿了一種他所說的 這個 big holly creepiness 就是一種非常大的而神聖的一種恐懼 那麼敬畏的感情其實就來自於這樣的一種恐懼 他敬畏有一個畏在 他有一種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然後感受到這個世界其實 連自己可能都是被安排的那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聖明神他在敘述他自己的感受的時候 他所談到的 OK 那在我們的書的後面的地方 也就是在十六頁的地方 我在那裡他講到了 十六頁也就是第二章的地方 在那裡他這個那個引言的地方 也就是這個Virginna Wolfe 他所寫到的那個一段話 他說 這個 indomitable honesty courage the love of truth which draw Socrates and us to the summit where if we too may stand for a moment it is to enjoy the greatest felicity of which we are capable 那麼他在那裡面 他講到了像是誠實啦 勇敢啦 對真理的愛 他說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 summit 帶到了一個巔峰 帶到了一個頂點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在那邊站一下 也就是說 當那樣的一個念頭跑到了你的心裡 然後你不是什麼 就哎呀 這個是什麼哲學的奇怪的問題對不對 然後就這個 不管他了 就去吃飯了 就去幹嘛了 那麼你就沒有在那邊站一下 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在那邊站一下下的話 他說那事實上就是什麼 享受 那我們所能夠享受到的一種人生最大的一種福氣 這個是文學家這個的一個感受 那麼哲學的這樣的一種感受 其實是我們後面很快的就會談到 其實是人所特有的一種感受 他會在那個時候突然的想到這個世界的開端 突然想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世界 而不是別的世界等等 那麼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哲學的念頭 進到我們心裡來的時候 那麼第一章的部分 我一共把它分成了五節 分成了五節 那麼他在這個第一章的標題叫做 這個 Portrait of you as Odysseus 那麼這個是第一節的部分 那麼在第一節的部分呢 他其實沒有問到哲學這個問題 他相反的他問了一個 另外一個課題 那麼在那個課題裡面他其實講的就是 就是我們說什麼是什麼 那麼這個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也就是說 到底我們在說些什麼東西 當你在問什麼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在問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那麼他說我們就拿一個例子來說 那麼他在這裡就舉了一個例子叫做 Class participation 就是課堂參與 課堂參與其實就是說 在一個班級裡面 尤其是在人數不多的情況底下 那麼我們上課的一般的模式就是 這個老師跟同學之間的對話 或者是老師問一個問題 然後由同學來做各式各樣的討論 那麼這個都是課堂參與的一部分 那麼他在那裡面就問 我們我們要說什麼叫做課堂參與 那麼他在那個第一節 他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來作為一個例子 那麼從第二節開始 他事實上才開始討論哲學 如果我們是這樣的理解一個東西的意義 而且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他事實上不是給他下一個定義 他不是給他下一個定義 在書裡面第六頁的最後 他談到了有一個學生 他從頭到尾上課其實都不講話 但是他在他的學生的所寫的這個報告裡面 他說這就是課堂參與 他完全聽進了這個他所說的每個字每個句子 那麼而且他也什麼在那裡面做了反思 做了反省思考 那麼所以他在看了那個學生所寫的東西之後 他感嘆的說 That's class participation 這是第一節他所提到的一個例子 那麼在那裡他因此就 了解了我們所謂的什麼是什麼 就是不是下一個定義那樣的一種方式 那他才進入到第二節開始問那哲學是什麼 那一樣的他在談哲學是什麼的時候 事實上他也沒有給任何這個關於哲學的定義 但是他談了一些關於哲學的特質 那我們來看看就是他所說的這個哲學是什麼 因為我在前面的三週的導論裡面 我也講了哲學是什麼 來看看這裡面有些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那麼接著在第三節那裡 他就是他談到了進一步的 對我來講就是 What is philosophy for 哲學為什麼 那我們在之前也談了哲學為什麼 你可以看到在那裡面 他跟我所講的有些什麼樣的 異同 這個是第三節的部分 那麼在談了哲學是什麼 跟哲學為什麼之後 第四節呢他就說到了說 那如果哲學是這樣 哲學是為了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哲學應該長得像什麼樣子 長得像什麼樣子 那麼在第四節那裡 他就舉了一個莊子的例子 來談哲學的一個樣貌 就是由莊子那邊所顯示出來的一個 哲學的這個顯現出來的那個形態 這個是第四節的部分 然後最後一節呢他 回到了這個 第一章的 才回到第一章的標題就是 第一章說這個 Portrait of you as Odysseus 這個 奧迪修斯 那麼 的這個圖像 就是你作為奧迪修斯 然後他談到哲學跟奧迪修斯之間的關係 這個大概就是整個第一章的結構 那我們就因此進入到這個第一節的部分 那麼第一節的部分我覺得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事實上談到的不是這個哲學 那麼他就問到 他說 你要問哲學是什麼 我們現在 來看看 他說如果一個生物學家說 What is biology? 他說生物學是什麼? 他說 he no longer doing biology 他說問生物學是什麼的 那個不是生物學家 那個是哲學家 當一個生物學家在反省說 我做的生物學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究竟在怎麼樣的一個情況下面 我們可以叫他是這個生物學的時候 他事實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反思的 反省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在說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一個 這個生物學家 至少不是以一個生物學家的身份 他是以某種生物學的哲學 那樣子的來思考這樣的一個課題 那麼其他的學科事實上 也是一樣的情形 所以一個數學 這個數學 他說沒有一個數學的公式 可以回答什麼叫做數學 沒有一個數學的公式 可以回答什麼叫做數學 當人們開局思考 數學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學科的時候 那麼其實他所做的 正是一個哲學的工作 這個是在 投影片的這個第二點所談到的 他說可是呢 如果哲學問 哲學是什麼 當一個哲學家在問 我所做的事情 到底是怎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我們就是在做哲學的工作 做哲學其實就是在問哲學是什麼 這樣的工作 因為哲學本來就是一個 如果用我的話來說 就是一個反省性的學科 反思性的學科 一個哲回性的學科 所以這個學科自己問自己在幹嘛 那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這就是哲學所要做的一個事情 這個是他在這個 書裡面的這個 第一段所談到的 那我剛剛在看那個投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的跳到了這個第二章的部分 那麼在第一章的開頭那裡 他有一段 這個 引文 有一段引文 那麼在這段引文裡面 他放的是一個英國的一個學者 Sir Thomas Brown 他所講的話 那麼在這段講的話裡面 他提到 他說 A dialogue 一個對話 Between two infants 兩個嬰兒 In the womb 在子宮裡面 那個兩個嬰兒在子宮裡面 也許是雙胞胎 那麼他們兩個人在 這個兩個嬰兒在對話 他們在什麼呢 對話什麼呢 Concerning the state of this world 在討論著 我們被生下來以後 外面的那個世界長什麼樣子 兩個都還沒有出去過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討論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他說這樣的一個對話 My handsomely illustrate our ignorance of the next 這個next 就是下一步對不對 他說這個呢 就非常令人激賞的 就是很好的顯示出了 我們對於 下一步的無知 這個嬰兒從來沒有到外面去過 但是他們卻在討論外面是什麼樣子 那麼這個就好像人在討論著 的未來或者是死後的世界 那麼他其實並不知道 但是他們 大家還是什麼 用各種方式去討論他 那麼 因為這個 Brown Thomas Brown 是 是這個 英國非常早期的 這個學者 所以他的這個英文 你可能看起來不是很習慣 他使用的這個是比較古的英文 那後面他說 Where of me thinks We yet discourse in Platus Stan 那麼他說 就是 關於這個 關於討論我們對未來的無知 他說 對我而言 我們其實都還在柏拉圖的洞穴裡面 我們其實還在柏拉圖的洞穴裡面 在討論著 這個 洞穴外面的情況 那麼柏拉圖的這個洞穴的故事 講的是什麼 講的就是 他說 有一群 這個當然是一個柏拉圖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故事 他說有一群奴隸 希臘是奴隸制度的國家 那有一群奴隸他們呢 一被生下來 就就就在洞穴裡面 然後呢 他們的手腳都被 這個手銬腳梁 這個固定了 然後他們的臉是面對著 這個洞穴的牆壁 而且呢脖子上也上了寮靠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看到 其他的地方 他們看到的就是這個牆壁 那麼在這個牆壁 跟他們 他們的後面 在他們的後面的地方呢 有一堵牆 有一堵不高的牆 那麼在那個牆在過去呢 則是有一個火在燃燒 熊熊的火在燃燒 那麼在那個牆 牆上 就是一股不高的牆的牆上 他們後面的那個牆上 有人呢就拿著那個玩偶 傀儡 在那邊動 並且呢 發出了聲音 譬如說 哪一隻貓的這個傀儡 在那邊動來動去 然後裝出這個喵喵叫的聲音 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些奴隸呢 並沒有辦法回頭 他們只能夠看到什麼 前面的這個山洞 的壁 那麼山壁上面呢 就會什麼 顯露影子 因為後面有火光 照了這個傀儡 然後印在了這個山壁上面 所以呢 這些人就以為說 他們是 所看到的那些影子 那些影像 就是真實的 就是看到一個貓的影像 他覺得那就是貓 看到一個人的影像 他覺得那就是人 對他們來講 他們一輩子所看到的 也不過就是這個 所以他們就認為 這就是現實的 世界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柏拉圖 他所編造出來的 一個故事 但這個其實只是前面 整個的這個前景 那麼故事的進展是這樣的 就是當中呢 有一個奴隸 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手銬鬆掉了 於是他的手就能夠活動了 那麼他手能夠活動之後呢 他就什麼 把自己的這個脖子上的這個鑰鎬 也拿掉 於是他的頭就可以什麼 就是可以到處轉動 那他可以轉動了之後 他就回頭看 然後他 他在回頭看的時候 他就看到什麼 後面有火 而且當他看到火的時候 他的眼睛呢 突然的就好像失明了一般 為什麼 他一輩子沒看過這麼亮的東西 所以他眼睛一下子就完全沒辦法適應 那麼但是漸漸的 就多看幾次 眼睛漸漸的習慣了這個火 他就比較能夠看清楚了 然後他就發現 他自身在一個山洞裡面 然後這個山洞裡面有很多 我們所謂的真實的東西 而他所看到的原來只是影子 他把自己的腳樓也拿掉 然後他就在這個山洞裡面到處走動 然後他才發現到他過去 所以為真實的東西原來只是影子而已 那不只是這樣 他開始這個探勘整個山洞 然後就發現山洞其實是有出口的 於是呢 他就沿著那個出口爬出去 那麼當他爬出到這個外面的世界的時候 那他所發現到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眼睛又失明了 因為沒看過 因為之前最亮的就是火 但是他沒有想到天光是怎麼的亮 然後他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的就是這個一團亮 然後他適應了 他需要更長的時間去適應 然後他才漸漸的能夠看到這個外面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他看到一個什麼 彩色的世界 因為過去他所習慣的山洞裡面的世界是黑白的 那影子的世界就不用講了對不對 那麼即使有山洞裡的火光 這個事物看起來也都是昏暗不明的 但是他沒有想到 原來真實的世界是如此的清晰 天是藍的 草是綠的 花是紅的以及等等 那麼他沒有想到原來這個世界其實是這麼清楚 這個是柏拉圖所寫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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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那這個故事 接著就到了這個故事的高潮 這個高潮是什麼 當這個人習慣了這個外在的世界的時候 他突然想到他還有其他的同伴 他們都還在洞穴裡面 所以呢 他爬回到洞穴 然後這個進到這個這個洞穴裡的那個原來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告訴他的夥伴們 他說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都只是影子 這不是真的 這個真實的東西是什麼 他跟他們形容那些顏色 沒有人看 之前看過顏色 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些什麼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這個 他能夠想到最好的就是什麼 你們自己看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他們的這個脖子鬆了 然後說你們回頭看那個火 那這些人呢 一回頭看那個火的時候呢 就就怎麼樣 一下子也是眼睛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從來沒看過那麼亮的情況 那麼 那這個人他又把他們的這個手銬啊 什麼的腳撩都又鬆開 他說你們要盡量的看 但是這些人就 就認為這個 這個人 這個 曾經跑出去山洞又回來 這個人是妖言惑眾 想要害他們 連影子都看不到 所以呢 當他把他們都弄鬆了之後 大家七手八腳就把他給打死了 就把他給打死了 那打死了之後 他們再接著怎麼做呢 就是在把 互相把自己的這個手銬腳樑綁好 然後把自己的脖子靠好 繼續看著他們所面對的那個影子的世界 這個是柏拉圖的洞穴的故事 那麼在這個故事裡面 柏拉圖他當然有意要講他的哲學 那麼柏拉圖他相信 我們在上個星期看到 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一個對比 柏拉圖的手是指著天空的對不對 指著上面 他相信有一個理型的世界 那個世界是一個真理的世界 那個世界非常的清晰 那麼對於柏拉圖來講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其實只是一個模仿制理型的世界 只是一個影印本 只是一個copy 那麼他竟然是個copy 他當然不如regional 一個原始的那個理型來的清晰 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模糊的世界當中 那這種情況就好像洞穴跟外在 那樣的一種情況 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對不對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模糊的世界 說這個模糊的世界很清楚啊對不對 就覺得自己其實是已經活在一個夠清楚的世界 柏拉圖要說的就是 其實有一個更清楚的世界 它是這個世界的一個根源 但是我們還沒有辦法到那個世界去 那麼他認為他在講這個洞穴的故事的時候 然後他事實上在隱喻著蘇格拉底 因為蘇格拉底最終被雅典給猝死了對不對 那麼他認為啊 其實蘇格拉底試圖要去告訴雅典人 那個理型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然後他試圖的讓他們用他們的內心 因為柏拉圖其實認為 理型只有用我們的心眼 而不是用我們的肉眼才能夠看到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然後我們才能夠看到 那個理型的世界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但是蘇格拉底所做的這件事情呢 讓雅典人彷彿看到的那個火光一樣 一下子都眼睛都瞎掉了 都看不到東西了 就好像當蘇格拉底開始 談那些哲學的東西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這到底在說些什麼 他讓我的內心混亂的 我已經搞不清楚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大家覺得 蘇格拉底根本就是妖言禍眾 所以就把這個蘇格拉底給猝死 所以那個爬出去 而且又跑回來 想要告訴他的同胞們 這個現實的真實是什麼樣子的人 最後竟然是 是一個被打死的情況 就是在柏拉底的這個 republic 我們一般翻譯成理想國這本書裡面 他在那裡柏拉底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那麼這個故事呢 因此就產生了一個有名的 就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的這個 Platos Dan 那麼現在我們就是 現在的書裡面可能他用的不是 Dan 而是這個 Cave 也就是洞穴 他說 他說我們現在很可能 其實都什麼 就是在柏拉底的洞穴裡面 在談論著 就是真理是什麼 理型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我們都還沒看過的東西 那麼這種情況就好像兩個小嬰兒 在媽媽的子宮裡面 他外面的世界是什麼 那其實是一個你從來沒有經歷到的 那你從來沒有經歷到 所以那裡面當然一定很可能會有什麼 很多的誤解 對不對 很多的想像 很多的編造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好像也只是這樣 那麼這個Thomas Brown 他就在那邊 提到 他說 Where of me thinks we yet is course in Plato's Dan and are but embroion philosopher embroion philosopher 就是什麼 在這個子宮裡面的哲學家 他說 如果 我們說我們就好像那個嬰兒 還在媽媽的子宮裡面討論外在的世界的話 那我們就是這個子宮 子宮的哲學家 就是還被包在裡面 根本就沒有辦法看到外面的世界 那麼對於所謂的彼岸 對於哲學所討論的一些課題 像靈魂 像上帝 像 自由 等等 這一類的課題 其實我們用的是 人類有限的心智 去猜測 那大概是什麼 這種情況 就像嬰兒在猜測外在的世界那樣的一種情形 這個是他在這段影文裡面所談到的 所以 人大概就是在有些時候 他突然的想要什麼 多於他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對不對 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都這個活在一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這個生活的世界就好像 胎兒在這個子宮裡面那樣的一個世界 或者是像柏拉圖所描述的那些奴隸 他們在洞穴裡面 然後他習慣了這個洞穴的世界 他不會想到什麼 說有沒有一個洞穴之外的世界的可能 或者是子宮外面的一個情況 但是在某些時候 就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這個 Samuelson在 他在這個埋在棉被裡面蒙吻他的枕頭的時候 他突然一下子 想到了一個更廣闊的外在的 在上帝還沒創造世界之前的等等 那樣的一個時刻 彷彿他一下子跑到了這個宇宙之外 這樣的一種情況 想到了更多的問題 這個是在第一章的這個開頭 他所提到的一個例子 ok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在後面 他接著的 談到的的 他說什麼是 所謂的課堂的參與 什麼是課堂的參與 那麼在這個課堂的參與裡面 他就開始描述他自己的班級 以及在他的班級裡面 這個學生的一個情況 那麼有些學生他總是坐在最後面 然後呢這個一語不發 看起來就是什麼 好像是最沒有課堂參與的情況 那麼他在 談到這個時候 他就談到的 這個其中的一個學生 那麼這個學生呢 就是這個 Diana Fogman 的一個 這個學生 那麼他在描述這個 Diana Fogman 在第六頁的地方 他說我對於這個學生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整個課堂上他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瞪著他看 然後他自己還在想說 他會不會想說這個年輕的老師 他到底能夠講些什麼 多好的東西等等諸如此類的 搞不好其實是在輕視他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說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他說我開始認識到這個學生呢 是在 讀他的報告的時候 就是在第六頁這邊 第1 2 3 4 第5行 他說 it wasn't until I pass back the first assignment that it doubt on me 他說我花那個作業回去的時候 然後這個東西才讓我看到說 原來這個坐在最後面很安靜的這個學生 was Diana Fogman the author of the base paper by a long shot 那麼他說是所有的報告當中寫的最好的一個 所有的報告當中寫的最好的一個 那麼這個是他 提到他認識這個學生的一個過程 經過我覺得各位可以自己看 那我覺得在這裡他談到 他說他後來就把學生說 這個 Diana Fogman 他沒有把他的作業留下來 所以他當時就用手抄了一些他所寫的句子 那麼這個句子就是在第六頁的最下面 這個這段 引文裡面 那麼所提到的 情況 那麼在這裡他講到一些句子 他說 it's been enough for me at times 首先他說 I've realized my quest for knowledge will take me away from my job as a factory worker 他是工廠的一個女工 他說我很清楚的就是我到這個社區的這個大學來 這個學習知識一定會把我這個代理到 代理了我作為工廠的工人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For many of my co-workers the paycheck is enough 他說我周遭的這些人 一起工作的人 對他們來講一張支票 就是你工作 這個按照你的工時 或者是按照你這個工作的日子 那麼就付你一張支票 那麼對他們很多人來講 拿到這張支票就夠了 那麼人生其實就是這個工作 然後賺錢 然後享受一下生活 那麼生活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講到 It's been enough for me at times 他說一直以來 對我而言也是這樣 就是拿到這個錢就覺得滿足了 但是他下面說 No, not anymore Not anymore 這個not anymore意思就是 It's not been enough anymore 再給我支票再也不夠了 因為我開始發現到這個世界有更多的東西 這個世界並不是我繼續的這個什麼 工作賺錢然後活著這樣子就好了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想到過 就是我們活著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這一類的課題 我常常這樣的設想 就是說如果現在你有一輛車子 但是這個車子的油箱非常的小 小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小到你去加油 所加的那個油剛好夠你讓 讓你從加油站開回到你家 然後呢 再從你家開到加油站 就這麼多 所以呢 你其實加每次的油就是讓你開回來 然後再開去加油 然後再開回來再開去加油 我們會說這樣的車子好像沒什麼用對不對 我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一部車子 如果他所加的油不足以讓我 譬如說讓我還做別的事情 去工作或者是去遊玩 那我幹嘛要這樣的一部車子 可是如果你把那個車子想成就是你的身體 就是你的這個人 你活著只是為了讓你繼續活著 如果你只是這樣 就好像你這個車子只是為了讓你繼續 好像這個車子還堪用 然後你就繼續保有這個車子 就像你保有你自己的身體 你活著你工作賺錢 然後你就可以什麼 繼續的活著 以便於工作賺錢 讓你自己繼續的活著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那你要你這個身體幹嘛 你要你這個人幹嘛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很多人其實他的生活很可能是這樣 當他不去設想生命的目的的時候 他活著只是讓他繼續活著對不對 而讓他繼續活著 他必須要有的吃有的穿等等 這些生活之所需 因此他就什麼 他就去工作 因為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只是讓他繼續的狗眼殘喘下去的話 事實上他就像那一步 只能夠足以讓他加油 再回去加油這樣的車子一樣 這個是 這個 Diana Falkman 他在那裡面他想到的就是這個 為什麼他說 Not anymore 就是看起來就是給我一張支票 這個事實上已經不夠了 然後他就談到 Knowledge 知識的問題 他說 Knowledge can take me on a journey to places I can't yet imagine 他說知識可以把我帶到一個旅行 那麼這個旅行呢 是到一個我甚至都沒有辦法去想像的地方對不對 在你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之前 我相信你從來沒有想過 如果這個世界可能是一個洞穴 而有一個更真實的世界是在洞穴的外面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所學到的這些知識 他其實就是把你帶到更遠更多的地方去 那些很可能在你現實的有限的這個生活世界裡面 你從來沒有去想到過 從來沒有去想到過 OK 那所以他在這裡面 他表達了他對於這個知識的一個看法 然後他說 Strange 這很奇怪 But Philosophy has made my job more bearable 他說哲學讓我的工作變得更能可以忍受 就是工作日乎一日的工作 本來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念了哲學之後 他突然覺得這個已經不再是一個枯燥的事情了 他覺得他的生活裡面有了盼望 生活裡面有了一個對知識的憧憬 並且也增加了知識 所以讓他的工作變得更能忍受 然後他下面接著說另外一個矛盾的話 他說 And it also made it somehow unbearable 但是也讓工作變得更不能被忍受了 那麼這個變得更不能忍受 是發現到工作本身 並沒有帶給他更多的東西 他就像加一次的油 讓你能夠再加更多的油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所以他讓他看到原來還有 除了磨身 如果讓我們維持生活下去 還有更多的東西 我們需要去追求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呢 必須是對你有意義的對不對 如果你追求的那些東西 其實對你是沒有意義的 你當然不會想要去做 你當然要去要求那些更有意義的事物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他說哲學這個東西呢 讓他的工作更能忍受 也更不能忍受了 那最後他這個談到 他說powerful words to live by 他說這是很有利的句子 然後呢 我們生活可以依賴著這樣的一個有利的句子 live by the powerful words 那麼這個句子呢 其實就是蘇格拉底講的話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一個沒有被檢查的人生 這個沒有被檢查就是什麼 你要檢查你自己的人生 這樣的人生夠嗎 我要活的是這樣的人生嗎 一個沒有被檢查的人生的生活 是不值得活的 任何一個生活都必須要什麼 經過自己的檢查 然後確定他的價值 確定他的意義 確定他的目的 然後去活 這樣的生命才是值得的生命 這個是蘇格拉底的一個看法 他的一個他所提出來的一個論點 那事實上就是我之前所提到那個 Johnson Mill 他引用過的 就是他講過的那個話 他說 這個寧願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 也不要做一隻快樂的豬 其實Mill 指的就是這句話 他意思是說 他過得雖然痛苦 他知道他自己在幹嘛 因為他檢查過他自己的人生 而他在他的人生裡面 他有一些東西他要去追求 所以他必須要什麼 他必須要 經歷這些痛苦 才能夠追求得到 他寧願做這樣的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 而不要做一個快樂的豬 為什麼呢 一個快樂的豬沒有檢查他自己的人生 而不 豬身 對不對 一個 一隻豬他沒有檢查他自己 所以他可能過得昏昏額額 他沒有看到他自己的生活是一個怎樣的生活 那麼在那樣的一個情況下 Mill說我寧願不要當那樣的一個快樂的豬 我要當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 知道自己在幹嘛 知道自己追求些什麼 知道這些痛苦 是我所要用來達到我的某些什麼樣的成果的 這個是 這個Diana Fogman 他在最後寫到 他說這個是多麼有力的句子 讓你的生活可以什麼 依賴這樣的一個句子 這個是他所說的 Powerful words to live by OK 那順便提到一下就是那個中藝本 這個中藝本 那個 Powerful words to live by 兩個 兩個繁體字簡體字的中藝本都寫說 我靠這句話熬過來 我覺得這個熬過來真的很誇張 他其實就是你必須要依賴 就是你依賴的這樣的生活 依賴這樣的句子 這麼有力的句子來生活 是你所能夠感到非常幸福的 相信的那個的一個句子 然後他後面就講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那個沒有經過檢查的 那樣的一個生活是不值得生存的 那這個 那個繁體字的中藝本把這個 Unexamined 繁體字的說 人的一生如果未經試煉 我覺得這個跟試煉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根本就不是試煉 所以我 我我我我我 我根本就覺得這個 中藝本 就是繁體字中藝本的那個 那個譯者大概 不是哲學系出身 因為任何一個哲學系的學生 他一定會讀到蘇格拉底的這個句子 而且這個句子 強烈的就是要求一個人 是要去檢查自己的人生 要去做反思 要去做反省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Samuelson他事實上 就只引用了 這個Diana Hoffman 的一些句子 然後他就在這一節的最後說 That's class participation 他覺得他已經把 他所要傳達給學生的東西 這個 內化 而且變成了他自己 生命的一部分 他說這個才是 課堂的參與 課堂的參與 因而不是什麼 在課堂上侃侃而談 對不對 這個為了 因為他自己在前面說 他說他讓每個學生 只要有發言 就給他加一分 或者加幾分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來增進課堂參與 這個學生從來沒有要加到任何一個分數 但是他在那裡面看到他 真心的去思考他自己的人生 並且從這個 Samuelson 的上課當中 獲得他所要的 這個 學習的知識 這個是第一節他所提到的 他所舉的一個例子 那麼從 所以他最後就是 This class participation 那麼從後面開始呢 第二節跟第三節 的這個內容 那第二節跟第三節呢 就是第七頁一直到第十一頁 那就是我們在前面所做的分解裡面 哲學是什麼 跟哲學為什麼 那麼各位可以在這裡面 比較一下這個Samuelson 所講的 跟我所講的的一個差別 那一樣的他事實上 不是從一個哲學的定義開始談起 相反的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談到人 人是什麼 這樣的課題 在第七頁的一開頭 他說 我們總是把人呢 定義為是理性的動物 那麼這個 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呢 照一般的講法就是 這是亞里斯多德的說法 這個理性的動物這個字眼 那竟然是亞里斯多德 希臘的亞里斯多德 所以他當然就有一個什麼 這個希臘文的這個原文 這個希臘文的原文 我們的書裡面是寫在 第七頁的倒數第十一行 倒數第十一行 你在那邊看到那個奇怪的那個字 什麼 這個字眼 就是理性的動物的字眼 那當然他已經把他的希臘文 變成了拉丁字母了 所以你並不能這個 這個認出他裡面的這個字眼 那原來的那個希臘文 是如我的頭影片所寫的那一樣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這個曾經談過的 關於人之所以為人 但是嚴格的來說 就是如果你真的去找這個亞里斯多德全集 你其實找不到亞里斯多德把人 定義為理性的動物 他並沒有這樣子的下這樣的一個定義 但是他的確在他的政治學那本著作裡面 定義人是政治的動物 那人是政治的動物的這個定義 是擺在他的希臘文裡面 他用的是politicon這個字 那politicon就是我們現在的politico 英文的politico這個字眼 而politicon這個字其實是來自於 希臘文的polis polis 意思是城邦 所以如果我們從他的原文來看 亞里斯多德說的是什麼 是人是城邦的動物 人是城邦的動物 那人活在一個城邦裡面 他就什麼 跟其他的城邦的人生活在一起 那麼當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就要什麼 這個有自己的領導的人 然後要有自己的譬如說經濟生活 政治生活或者用亞里斯多德 就是一般的翻譯就是有一個公民的生活 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是政治的動物 擺在現代一個比較好的翻譯 也許是人是社會的動物 那告訴你人其實是一個群體性的生活 並且在這個群體性的生活裡面 會有一個複雜的社會關係 但是包括亞里斯多德 他所的確下的這個定義 也遭到很多的質疑 那麼其中的一個質疑就是 很多的動物不也都是社會的動物嗎 對不對 老虎獅子也許可能是這個一隻 但是蜜蜂他們是一群的對不對 沒有一個蜜蜂會是離群所居的 單獨的生活的 所以有很多的動物 也他本身也過著這種 所謂的社會性的生活對不對 那當然亞里斯多德所講的 也許不單單只是一個社會 一個群體的生活 還有一個群體當中的關係 甚至有一個權力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 這個政治的動物所具有的一個意涵 但是這種權力的關係 事實上在其他動物的群體生活裡面也一樣 一群猴子會有一隻猴王對不對 那麼蜜蜂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有這個蜂王 有這個公蜂對不對 雄蜂 他們事實上也做著某種的蜂蜂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這個定義因此就會遭到 要質疑 那亞里斯多德 並沒有定義人是理性的動物 但是現在幾乎所有人 談到人是理性的動物都說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說的 那如果我們去追究亞里斯多德的 這個說過的話 那麼亞里斯多德的確在他的這個工具論 工具論是 是一整套 就是亞里斯多德好幾本著作 這幾本 這好幾本著作呢 他們被放在一起 然後稱之為叫 稱之為叫工具論 因為那裡面整個談的是思考的工具 整個談的是思考的工具 那麼特別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這個邏輯 大概都寫在這個工具論當中 那後來在進入的近代以後 這個英國有一位哲學家叫Francis Bacon 他認為古代太重視邏輯 太重視演繹法了 所以這個 Bacon 就很不以為然 他認為科學要發展 其實重要的是歸納法 所以呢 Bacon 就寫了一本書叫 新工具 這個名稱很明顯的就是跟亞里斯多德打擂台 就是亞里斯多德 你的工具論都在談演義法 我現在呢要主張歸納法 所以他就寫了一本書叫新工具 那個書名就是直指的這個亞里斯多德說 你那已經是舊工具了 我這個是新工具 那麼在工具論裡面 亞里斯多德就講過這個下定義的方法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歐納那裡面的六本書 那麼分別就是範疇篇解釋篇 前分析篇後分析篇 論題篇以及辯謬篇 在那裡面亞里斯多德提出 什麼是正確的思考 什麼是錯誤的思考 然後呢他把邏輯用三段論事的形式 那是一個最簡單的形式來談 然後告訴你在這些形式當中 哪些形式是正確的推論 哪些形式是錯誤的推論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種方式 他認為我們才能夠什麼 做出正確的思考來 這個就是他的歐納所要說的 那麼在這個歐納的這個一開始範疇篇那裡面 他就談到了這種下定義的方法 那我用一個簡化的方式 因為他當時就是用希臘文用描述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下定義呢可以給一個公式 就是你要定義的東西呢 這個亞里斯多德把它稱之為叫spaces 我們把它翻譯成叫種 那麼種呢就等於類或者是屬 因為spaces跟genus 這兩個字 就是現在我們所講的界門綱目 科屬種的屬跟種 但是在哲學上我們通常把genus 它是比較大的集合 spaces是比較小的集合 那我們把比較小的稱之為種 比較大的稱之為類 那麼spaces等於genus加differencia 這個differencia把它翻譯成叫種叉 它其實就是英文的difference 那spaces比較小 比較是一個比較小的集合 這個從字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對不對 我們現在用的specific或者spatial 指的就是特別的就是比較小的那一個 那genus 就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這個字根上面general 這個它顯示的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範圍 所以現在按照亞里斯多德所講的這個公式 各位可以理解到 如果我現在要對一個東西下定義 這個東西就是spaces 那我舉的例子就是人 我要為人下定義 那麼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 我找到一個比人更大的集合 把人包含在裡面的那個就是genus 那我們說人是一種動物嘛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個投影片上面就畫了 我們要為人下定義 所以我們就在上面加一個更大的圈圈 把人放在動物裡面顯示出人是一種動物 那麼現在要為人下定義 所以就要找出人這個動物 跟其他的動物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個就是人的種差 因為人就是這個種對不對 那他跟其他的物種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就是人的種差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人就是有理性的動物 因為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他要為人下定義 他必須要找出人跟其他的物種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這個不一樣的地方 對於亞里斯多德而言就是理性 就是理性 這個是我們從這個定義的方式上面所看到 他所下的一個定義 那你當然可以去質疑說 為什麼定義人是理性的動物 難道不能夠定義人是感性的動物嗎 你看看你家的貓或者狗 牠們沒有感性嗎 牠們沒有感情嗎 牠們沒有情緒嗎 當然有對不對 可是牠們有理性嗎 這個是一個可以爭議的課題 我曾經看過電視節目上的一個表演 就是牠說牠家的牛會算數 會數學 那就讓現場的來賓 這個的出數學題 那有人就出譬如說7加5 然後呢 這個7加5呢 牠就給牛看 就是上面寫著7加5 然後問牛說答案是多少 然後那個牛就開始點頭 就點一下兩下 點到第12下的時候 那個牛就不點頭了 所以就顯示好像這個牛是會數學的 這顯示這個牛好像也會計算 也具有理性 但是後來人家就揭穿了說 事實上那個牛不是什麼理性的動物 因為那隻牛站在台上 那個主人在牠旁邊 牠給那個牛刺激 那個牛被刺激了 牠已經被訓練了 刺激了牠就開始點頭 當牠點到第12下的時候 那個人就不再刺激牠 所以那牛就不點了 所以誰是有理性的 其實是牛旁邊的那個牛主人 那牛呢是靠感性 就是你刺激我我就點頭 點到第12下的時候我就停 那牛自己根本也沒算他點了幾下 那麼這顯示什麼 這顯示 理性似乎是人才具有的 其他的動物並不具有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裡面 會有不同的哲學家的反駁 但是在古代 在亞里蘇德那個時代 就是對於人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定義 比如說 就有一些犬竹學派 就有一些人 他們把人定義為說 人是兩腳五毛的動物 那犬竹學派的其中的一個 有名的一個很 就是很諷刺的一個 哲學家叫Diogenes 他聽了就是去抓了一隻雞 然後把那個雞毛拔光 他說照你的定義 他已經是一個人了 這樣說 那這顯示什麼 顯示說 在塑下定義的時候 總差其實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要把握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握到的那個總差 必須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 當失去人那種本質 他就不再是他 才能夠稱之為叫做總差 而不能夠像是 外觀一樣說 人是兩腳五毛的動物 因為如果是這樣 那你可以設想的就是說 如果有些人 他這個體毛特別的茂盛 對不對 那長得很hairy 毛特別多 你說人是兩腳五毛動物 你毛這麼多 說你不是人 對不對 得出來的可能就變成是這樣的 對不對 那麼或者哪一個人 他不幸的斷了一隻腳 人是兩腳五毛動物 你只有一隻腳 那你不就不是人了 那麼我們就發現像這樣的一種定義 本身其實是有問題的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麼所以在這個定義裡面找出總 以及找出包含這個總的 比它更大範圍的類 這個大致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找出一個適當的總差 就變成了一個真質 主要的一個真質之所在 主要的真質之所在 那麼在那裡面 這個我們會看到後來 尼采甚至給了一個很奇怪的定義 他說人是會笑的動物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有一個同學從來都不笑 也許可以質疑說你是人嗎 或者等等這一類的課題 關於這個亞里斯多德 他一方面他在工具論那邊 他講過下定義的方法 但是他並沒有定義人 就是這個理性的動物 但是他講過這種下定義的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以後的人 幾乎在下定義的時候 做的大概都很類似 亞里斯多德所談到的這樣的一種方式 就是你要為一個什麼東西下定義 先導出他的大的一個集合 然後在這個集合當中指出這個東西 在這個集合當中的一個特點 也就是總差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指出來的一種方式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他在他的尼各馬科倫理學 這個是其實就是亞里斯多德主要的一本倫理學的作品 那他前面加了這個尼各馬科 那麼尼各馬科是亞里斯多德生的兒子 他的一個名字 那在這個作品裡面加了他的兒子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是蠻有意思的一件事 因為亞里斯多德在這個倫理學裡面 主要談的是怎麼樣的人生才能夠得到幸福 才能夠得到幸福 那麼你可以設想的就是任何一個爸爸 如果他愛他的兒子的話 那麼他當然最終的就是希望他得到幸福 那所以他在倫理學特別加了這個尼各馬科 這個這個名字好像在告訴他的兒子 說你現在還小 但是你以後別的著作不念就算了 你應該要念這個尼各馬科倫理學 因為這裡面告訴你幸福之道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他那裡面呢 他提到人具有一種理性的本性 他其實只是這樣說而已 他並不是就是把人定義為就是有理性的動物 那麼換句話說他認為人具有一種理性的本性 這樣的一個說法只是說 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 而是說人具有理性的這樣的一個潛能在那裡 可以是理性的 如果這個潛能被實現出來的話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看到什麼 很多人有非常瘋狂的時候 不理性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他不見得是理性的 你不能說他瘋狂不理性的時候 你就說你非人也非人也 並不是這樣 他只是告訴你人是具有這樣的一種能力的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真正關於這個理性 他說過的其實主要就只是這樣 那麼人真的是理性的動物嗎 這個是我們在第二節的開頭 他所提到的一個問題 其他的動物難道就沒有理性嗎 就好像我們剛剛提到人是政治的動物 其他的動物沒有嗎 他就講到在現代有一位法國的哲學家 這個Michel de Montaigne 那麼他曾經就提出一個反例 這個反例就是第七頁的第一段 這裡他所講到 他說當冬天逐漸的過去 春天來了 那麼我們看到了一隻狐狸 他想要過一條河 那整個河是結冰的 那他看到那隻狐狸呢 竟然把他的頭呢低下來 靠近這個河面的這個冰層 然後好像在側耳傾聽著什麼樣的東西 那蒙田就描述 他說 湖裡這樣做 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聽聽看那個冰下面 有沒有水流的聲音 或者說那個水流的聲音大不大 因為如果隔的冰層很厚 你幾乎聽不到什麼水流的聲音 可是如果冰層已經變薄了 那麼水流聲音就會變得很清楚 那麼狐狸用這個來判斷 他能不能夠走過這條河流 因為有可能什麼 走到一半 然後這個冰就塌陷了 然後結果他就跌到了這個 冰層下面的河流裡面去 所以狐狸在那邊這個 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然後蒙田在那裡他要說的就是什麼 我看這隻狐狸很有理性 他甚至在這裡面 在思考著他能不能夠這樣做 這個就是蒙田 他是早期法國的一個哲學家 那麼在這裡他就說這個狐狸 甚至他會使用亞里斯多德那樣的一種 三段論事的方式在思考 那麼亞里斯多德三段論事你可以看到 他叫做三段論事 其實就是他由三個句子的形式所組成 那麼這三個句子的形式呢 我們就分別把它稱之為叫做大前提 小前提以及結論 那這個是亞里斯多德認為 所有的論證最簡單的形式 就是有三個句子組成 沒有辦法再更簡單的 你說那我兩個句子不是更簡單嗎 兩個句子推不出什麼新的結論 我意思是說兩個句子就是前提然後結論對不對 那你只有一個前提你能得出什麼結論 你說這個我是人 然後你要下面再進一步得出結論來 你能得出什麼還是我是人啊對不對 那結論就跟前提一模一樣 那根本就沒有能夠得出新的東西來 但是如果我們說凡是人都會死 我是人 所以我會死對不對 這裡面就有一個推論的過程在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三段論事 是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推論的形式 那亞里斯多德的做法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我們都做非常複雜的推論 但是呢如果我們想要搞清楚 這個論證究竟是 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論證 那最好就是把它先簡化成為好幾個三段論事 然後一一的檢查才能夠去看出 他的這個推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那現在呢就是當一個狐狸在做這個 側耳的傾聽冰層下面水流的聲音的時候 那他說在這裡面就有一個三段論事在 那他就把這個三段論事給寫下來 在第七頁第一段的這個最後面的地方 他說 If I can hear water the ice is too thin 他說如果能夠聽到水聲的話 那冰就是太薄了 然後小前提是 I can hear water 而我現在真的能夠聽到水聲 那麼結論就是 Therefore the ice is too thin 那麼冰就是太薄了 所以不能過去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三段論事 這個 那他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狐狸做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就顯示狐狸是一個有理性的動物 這樣的一種情況 他只是沒有像我們那樣用一個明確的三段論事規則 因為人有語言 所以他會把它變成一個文字 然後用句子 大前提小前提結論這樣的方式把它構成 狐狸沒有這樣的語言 但是在他的 做的這樣的一個動作裡面 其實就表示了 他懂這樣的一個思考的理路 這個是他所舉的第一個例子 那麼第二個例子呢 他提出了一個松鼠的反例 在第七頁的第二段 但是在那裡面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講到一隻貓 然後說這隻貓叫Jojina 這隻貓呢 是一隻小貓 然後他剛開始學會了什麼 爬上一棵樹 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如果讀這一段 你剛開始以為他要講這隻貓的故事 結果看到後來 原來這隻貓是配角 這個故事呢 是貓所要追的那隻松鼠才是主角 這隻松鼠反而沒有名字 那麼他在那裡面就講到 他的貓追那隻松鼠 他剛學會爬到某一棵樹之後 然後那天剛好他追的那隻松鼠 就跳上了這棵樹 那貓他剛學會爬這棵樹 所以他就覺得你慘了 他就跟著這隻松鼠一起爬上去 那松鼠爬到已經接近樹梢 已經沒有退路了 他看到那隻貓 這個非常有信心的朝他跑來 那這隻松鼠呢 他因此就面對了一個非常 這個緊張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該怎麼辦 這個貓馬上就要來了 而且從貓的眼神看起來 他好像很相信他自己是可以 爬到松鼠的那個位置去的 那麼在那裡面他很快的 可能很快的做了一個 也許你可以說一個思考 然後那隻松鼠就往下跳 就往下跳 這個跳下去 然後那個貓帶著一個不可自信的眼神 望著那個松鼠 這個松鼠竟然從那麼高的地方 這個跳下去 這個是他所講到的第二個這個故事 那麼他在這裡他問了一個問題 Samuelson 說這是他親眼目睹的一個 貓追松鼠的情況 他說當松鼠在看那隻貓 以及在看下面那個他離地面多高的時候 他難道不是在計算著他有多少存活的機會嗎 如果他被這隻貓追到了 那他可能就什麼 這個小命不薄 可是如果他跳下去 那麼以這樣的距離 他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然後他在衡量的這兩個之後 他決定跳下去 他說這隻松鼠不夠理性嗎 他當他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並且做了那樣的一個選擇 決定要跳下去的時候 他顯示了就是一個理性的動物所具有的一個特點 這個是他自己所舉的一個例子 那他在這兩個例子當中 他這個談到動物也具有這樣的一個理性之後 他開始談到人跟動物還是有某種程度的不同 他說在這個第三段的地方吧 他說 But even if we believe as Montaigne and I do that they were performing a mental calculation 他說他們都在做一個內心裡面的計算 就是松鼠在做著計算 狐狸在做著計算 我能不能過掉這條河 松鼠在做著計算 這個跳下去 這個要付出的代價有多高 如果他們都是在做這樣的一個計算 他說 We can still distinguish human rationality from animal reckoning 那麼我們還是可以在那邊區別 人的理性跟動物的所謂的理性 或者他的這個計算 他們這樣的一個差別在 那麼他下面就是要講人所具有的那個理性 跟動物的一個差別 這個差別不是一個量的差別 因為現在在哲學界 特別是我們二十一世紀 那個倫理學的發展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 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有一個倫理學家 這兩個倫理學家其實名字都叫Singer Singer 唱歌的人 一個倫理學家呢 叫Peter Singer 他確立了一點就是 人跟動物沒有太大的差別 基本上只有量上面的差別 所以Singer的倫理學主張就是我們要吃素 你不能夠吃其他的動物 因為其他的動物其實跟我們非常的接近 那麼另外一個Singer呢 他得出來的結論是 動物跟物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這個Singer呢 他是一個Physicalism 也就是一個物理論者 物理論者呢 就是相信一切的生物的反應 其實最終都可以還原到物質來決定 也就是說一隻動物 他做了什麼樣的選擇或者什麼 其實都跟他的激素啊 內分泌啦 以及他的這個大腦啊 的運作有關 而他的這個大腦的運作 那事實上就是所謂的思考 這個動物會思考 就像是動物的腿會走路一樣 那就是他的這個肌肉的功能 你的腦這塊肌肉會做思考 就像你的腳這塊肌肉會走路一樣 他們各有他們的功能 所以他最終都可以還原到某種物質來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物理論的一個特點 這個物理論的觀點 在古代被稱之為叫唯物論 但是現代的科學家們 很多都變成了物理論 他們不喜歡用唯物論這個字眼 他們就自己發明了一個就是把 physic 這個字 這個後面加 ism 就 physicalism 來稱呼他們自己 其實就是唯物論 唯物論就是什麼 就是相信只有物的存在 那並不是說沒有心靈的現象 心靈的現象其實是建立在物上面 也就是說你有大腦所以你才能夠去做思考 那思考這件事情只是大腦所具有的功能而已 就好像我剛說腿的肌肉的功能讓你走路一樣 那他在透過各種物理論的研究當中 因為他同時又是一個科學家 他認為動物跟物其實沒什麼差別 那你把這兩個singer加起來 就會變成說人跟物也沒什麼差別 因為一個說人跟動物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一個說動物跟物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在看到對於 這個所謂的人是理性的動物的這個質疑裡面 事實上也會想到的就是 有可能我們其實跟其他動物 可能沒有明確的這個截然的界線 而只有一個量上面多跟少 你比他聰明 可是你比他聰明很可能就好像什麼 你唸台大 那他唸另外的一個大學 所以你比他聰明 很可能就只是像這樣 那動物他可能連大學都考不上 但是他其實也就只是在某種量 或者所謂的程度上 賜於你而已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應該要平等的對待其他的動物 哪有說你可以吃他這樣的一種道理 這個是Pieter Singer 的一個主要的論點 OK 那現在在Samuelson 那裡 他談到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點 他進一步要說的 因為這一節其實要談的是哲學 他最後得出來的結論是在這個第八頁 他最後得出來的那個結論 就是在第八頁中間那一段的最後一句話 他說人是哲學的動物 這個Sophical animal 那我們就要來談談 他所說的這個哲學的動物 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在第七頁的最下面這一段 他所要主要的一個論述 那麼他談到 他說我們的理性跟其他的動物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的理性呢 他說 Our rationality involves a strange looping in our nature 這個是他在那裡面談到這個人跟動物的一個差別 在第七頁第三段的第六行 第六行 他說我們的理性牽涉到一個很奇怪的 looping 那麼各位也許還記得我們我在 一開始的時候講到這個所謂的悖論 Paradise 我講到一個 looping 的悖論 回圈的悖論 就是說如果你講的真話 那我就砍你的頭 如果你講的是假話 我就把你吊死 你說你要被吊死 結果呢 他就什麼 現在這個真話變假話 假話又變真話 這樣的一個回圈當中對不對 OK 所以 looping 其實就是一種回圈 他說人 他的理性牽涉到一種回圈 在他的本性當中 那 中藝本裡面都把這個 就是 這個翻譯成循環 我覺得這個循環是奇怪的 那 他們就是發什麼奇異的循環 或者奇特的循環 好像人有什麼樣的一個循環一樣 其實主要的是 人具有這樣的一個 looping 這個 looping 是什麼 就是你的思考 你的理性的思考 會回到你自己來 也就是說 你會思考到你自己 會思考到你自己 這個其實就是 某種意義上來說 就是一種反思 就是一種反思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他在這裡面所舉的例子 第七 他在談到這樣的一種 乳品的能力的時候 他說 We are capable of revising our very being 他說我們有能力去修改我們的存在 也就是說 你被生下來 你是這個樣子 其他的動物也是一樣 他被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上次舉的例子說 獅子他就是吃肉 長頸鹿吃樹葉 小白兔吃紅蘿蔔 他們按照他的本性就是這樣做 但是人呢 他雖然也是一生下來有他的本性 可是他會開始去修改他的本性 修改他的本性 修改他的本性 這個修改呢 就好像 有一天你突然 他們覺得殺生是不對的 或者有一天 你讀了那個Peter Singer的那個 那個倫理學的理論 Peter Singer非常受到那個素食者的歡迎 我聽說他到哪裡去演講 就一群這個吃素的人 就擁戴他的人 就都跟追隨著他 追隨著他 覺得他 Peter Singer 為宗教以外的 這個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素食的理由 而且就是從倫理學的立場 這個談到的 那人呢 因為就是有一天你覺得 Peter Singer 講的是對的 所以你決定 你不能夠再吃其他的動物 因為其他的動物跟我一樣是平等的 對不對 就像佛教所講的眾生平等一樣 那麼你因此就決定 你不要再那樣做 所以你雖然有一個本性是 很愛吃肉 特別愛吃夜市的雞排 這個 或者特別愛吃什麼鮭魚 什麼丼飯或者之類的 那 可是你現在覺得 我不能吃鮭魚 我不能吃雞排 我不能夠吃其他的動物了 那麼你就開始什麼 修正你自己的存在方式了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looping 這個回權 人的理性的思考呢 會去更改自己 我不是 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我要成為一個 我覺得 我認為那樣才是好的 那樣才是對的人 這個就是他所說的 這個 we are capable of revising our very being of reordering 重新的去塑造那個秩序 就是對於價值 我以前覺得什麼是最好的 什麼是赤之的 什麼是最糟的 但是我現在重新的 賦予新的價值 那個最好的東西 已經不再是最好的 我會重新的 給他們新的一個評價 這個是人之所以為人 所以人的理性的思考 並不單單只是什麼 只是對於外在的世界的那些東西 怎麼樣才能夠 比如說我怎麼樣才能夠最有效的 最節省成本的回到家 這個像經濟上的那種考量 但是人還有一種理性 這種理性是針對自己的 這個正是這個針對自己 就是他所講的人事哲學的動物 其他的動物呢 他們不會去修改他自己的本性在 那麼他說的這個 revising reordering 那麼甚至是 of turning our calculating ability back on ourselves 就是這個算計呢 他現在放在自己身上 來做這樣的一個計算 他的計算能力 不是只是在計算著外界的關係 我的存活能夠存活到什麼地方 而且他現在在計算著自己 我自己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是他在第七頁這裡 他所舉的的一個例子 除了第七頁的這個例子之外 在第八頁的第一行他提到 他說我們會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Who am I 我到底是誰 What am I supposed to be doing with my life 我到底要對於我自己的人生 要怎麼樣的去處理我自己的人生 我要怎麼樣重新出發 那我們會問這樣的問題 and the very act of asking 而我們問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呢 transforms us 我們也在修改我們自己 讓我自己變形 讓我自己變成一個 不是被天生下來的那樣的一個人 而是變成我自己 要我自己成為的那樣的一個人 這個是各位如果還記得 我在前面講到康德的時候 這就是康德所講的自由 自由正是違反了自然 不再順應的自然 不是把你生下來你是怎樣你就怎樣 而不是只是這樣 相反的你要變成一個 經過你自己理性思考之後 你要成為的人 對康德來講 只有那樣的人才是一個自由的人 那人會具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他的理性的思考 不是只是在算計著外面的這些生活而已 他現在算計著的其實是他自己 這個是另外的一個例子 另外他在第八頁的第三行 他還提到 他說 We sometimes even wonder if life is worth living at all 他說我們甚至有些時候還會什麼 這個問說 我這樣的生活值得活嗎 如果我的生命就是讓我的生命繼續 繼續延續下去而已 如果就像一部車子 他家的油就只夠我開回家 然後下次再開去加油 如果我的人生也過的就是讓我自己的人生的 這樣的一種存活的話 那我這樣的人生值得活嗎 我們甚至會去問這樣的一個課題在 而其他動物並不問這樣的一個課題 他說 所以動物當然也有理性在某種程度上 如果你把那也也理解為理性 可是人的這個理性 是一個能夠形成一個回路 返回到他自己的這樣的一種理性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的情況 那他因此在下面他就去做了一個比較 他說你能夠想像蜜蜂 他說有一隻馬克思主義者的蜜蜂 他說有一隻馬克思主義者的蜜蜂 他突然的驚覺到 他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世界 他只是一個被剝削者 他只是一隻蜜蜂對不對 那憑什麼同樣都是 蜜蜂 那個變成女王蜂 蜂 那我卻變成了一隻蜜蜂 那我是不是可以號召其他的蜜蜂 一起團結起來 然後去把那隻女王蜂給扳倒 然後我來當這個女王 或者等等之類的 他說你會看到有這樣的蜜蜂 做這樣的事情嗎 這個因為做這樣的事情一定是什麼 他對自己自身所處的地位有所考量 他說我要繼續活在這樣的一個地位裡面 做為一個社會階層比較低下的階層 憑什麼我是比較低下的階層 而他卻是比較高的階層對不對 人會有這樣的一種思考 而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可是他說一隻蜜蜂會 做這樣的一個思考嗎 這是他在第七頁的下面 所提到的第一個例子 那麼第二個例子 他說一群狼 他們狼也會有一個社會的生活 那麼甚至有可能什麼 這個選出一隻狼群的領袖來 這個不會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 但是他說有沒有可能在這群狼 他說我們要選出一個領袖是多麼的辛苦 就是兩隻公狼在那邊鬥來鬥去 然後一隻終於把另外一隻給咬傷了 於是那隻被咬傷的就放棄了 他就不再挑戰這個領袖的地位 那那隻公狼就繼續當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總是什麼 總是不免會有所死傷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就出現了一隻狼 他說我們不要用這種方式了 這種方式大家都好辛苦對不對 我們以後用民主的方式 我們用選舉投票 然後選出誰當領袖 那誰能夠得到大家的擁護 他就成為大家的共主 那麼狼有可能形成這樣的一個民主制度嗎 這個是他問到的第二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在這個第七頁的倒數第四行看到 他說 Wolfs may fight for who should be the alpha of the pack alpha就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字母對不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那麼誰是那個狼群的那個alpha 他是頭頭 but it has never occurred to them to organize their pets into a larger unit that would be governed by a majority show or post 他說他們從來沒有去想過 就是組織他們的這個群體 然後在那個群體當中呢 統治的方式是 by a majority show or post 那我看到在這個兩個中藝本的翻譯都說 這個majority show or post 是有幾匹狼的集體領導 這個我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show or post 你知道動物的那個腳 叫做這個 post 對不對 那民主制度的特點就是 就是藉由show of hands 來進行 那show of hands 就是什麼 各位誰贊同 我們現在就立刻下課的 那請舉手 對不對 就有人舉手 對不對 這個就叫show of hands 所以show of hands 其實就是 投票 就是表決 對不對 就是表決 那現在因為他講到的是狼 所以他就是show of post 那我去那個網路上找那個動物 show of post 找不到 對不對 對 勉強找到這張圖 就剛好他把這個手舉起來 但他顯然並不是在投票表決 但是我意思說 這個就叫show of post 他說狼群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他們就不需要靠著武力戰鬥的方式 然後去要求別的狼說我們不要打架 我們就用這種表決的方式來決定誰是領袖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用提出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民主的制度 對不對 而不是什麼有幾匹狼集體領導 並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bio majority show 就是大多數的人願意棘手支持你 那就由他來這個領導 這個真是人的理性會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在沒有民主制度之前 人其實也是什麼 殺來殺去 不是嗎 人其實也是殺來殺去 對不對 也是借著誰最強 勝者為王 敗者為寇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永遠都要用這殺來殺去的方式來決定誰當領導人嗎 還是我們可以有別的方式 別的方式 那麼當然在現代的世界裡面 你可以看到極權的這個政府 他可能是用一種所謂的鬥爭的方式 也許看不到武力 可是在那裡面的較勁其實是非常強的 但是在民主的社會裡面 他會更公開更透明 那麼藉由更公開更透明的方式 你發現不需要有什麼人被鬥倒 或者是被傷害 或者是被突然消失 被消失 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相反的 他能夠藉由這樣的方式 那麼形成一個好的一個體制的一個進展 那麼這正是人的理性所能夠去進行的 在這樣的一種進行裡面都牽涉到什麼 一種思考 我們要過怎樣的政治生活 如果我們這個世界就必須要有一個領導人 你要這個領導人怎麼樣的產生 對不對 這個正是人在政治哲學上所會做的思考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看到Samuelson 說 這個 有關於這個回圈 就是人會去改變自己這個回圈 他說你放在人的政治生活裡面 你特別容易看得到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自己在 我們如果再回到亞里斯多德的那個說法 他講到這個人是政治的動物 也許亞里斯多德那個人是政治的動物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的 當然亞里斯多德沒有講更多 他沒有對這個做很詳細的說明 但是有可能他所謂的人是政治的動物 是人活在那樣的一個群體裡面 他在思考著怎麼樣的一種政治體制 才是適合他的 因為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裡面 他提到各式各樣的政治體制 他為什麼能夠提出這麼多的政治體制呢 因為希臘是城邦制 城邦制的情況下面就是一個城就一個邦 那這些邦跟邦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政治體制不同 然後亞里斯多德就開始把各個城邦的政治體制加以收集 然後呢他就開始分類 那你看到那個政治學他的那個分類很有趣 他分由一個人統治的城邦 然後由一些人統治的城邦 以及由所有的人自己統治自己的城邦 他把它分成這三類 然後這三類裡面每一類再分成兩類 所以他就講到六種城邦 六種城邦 你比如說有一些人統治的 他說可能是貴族制 然後也可能是寡頭制 他就分成這兩類來談 那一個通常是比較好的 一個就比較壞 貴族制是亞里斯多德心中覺得比較好的 那寡頭制他覺得那裡面就會有一些問題 那一個人統治的可能是什麼 君主制 但是也可能是什麼 獨裁制 那你可以從字眼上面 就是我們中文的翻譯的字眼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君主制他認為比較好的一種情況 而這個獨裁就是比較壞的一種方式 那總之他就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思考 各式各樣的這種統治的方式 所以亞里斯多德在思考人是政治的動物的時候 他其實在談的也正是人會去問怎麼樣的一種政治體制 才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政治體制 他其實在思考的也許是像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所看到就是在Samuelson這裡 他沒有為這個人下任何的定義 他談到了一些爭議 但是他談到人比動物還多 而這個多好像看起來不是只是一個量的多 而是人的理性有一個迴圈 這個迴圈正是我們在前面談到一種所謂的反思 折迴反省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去看到自己對不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提到過 我說動物很少有動物能夠從鏡子裡面辨識出 那個鏡子裡的動物就是他自己 只有一些比較高智慧的 就是某一種海豚 以及在林長類裡面黑猩猩 他能夠看從鏡子那邊辨識出 原來那是他自己 大部分的動物都不知道 我不記得我是不是說過 說以前有一則社會新聞 不是很重要的社會新聞 可是我那時候看了我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在一個鄉下好像台東的一個小學 小學的一個小學裡面的那個廁所外面 那個洗手的洗手台 那裡有一個鏡子 結果那個鏡子破了 那學校裡面都有裝設這個攝影機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攝影機調出來看 說鏡子怎麼會被打破呢 誰沒事去打破那個鏡子 結果他們就看到了 就是夜裡有一隻狗 那隻狗跳上了那個小學的洗手台 那個小學的洗手台通常都很低 那個狗就跳上去 為什麼呢 他口渴了 喝水 那個洗手台那邊有一些積水 就在那邊填水喝 那當他填水喝喝到一半的時候 他抬起頭來看到鏡子裡面有另外一隻狗 有另外一隻狗 然後他就對那隻狗吃牙獵嘴 結果那隻狗居然也對他吃牙獵嘴 所以那隻狗居然就用他的頭去撞那隻狗 因為他們離得很近 結果就把那個鏡子撞壞 然後這隻狗的頭也很痛 就跳走了 就跳走了 那這個又顯示什麼 顯示他沒有辦法知道 那個鏡子裡面的那隻狗就是他自己本身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那時候看到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這對人而言幾乎是本能 當然一個小嬰兒 我猜他也不見得知道那個鏡子裡面的人是他 但是人到了某種程度 他就已經能夠什麼 看見自己 他對自己就有一個什麼 分裂 這個分裂就是 有一個鏡子裡的我 跟一個我在鏡子外面看著我的我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反思反省折迴其實就像這樣 我在做什麼事 我可以跳脫出我自己來看著我自己在做這個事 然後問說我做這個事對嗎 會不會違反我的良心 我是不是在做一個適當的事情 以及等等 這正是我們在折迴當中 我們會去思考的 那麼擺在一個更大的一個社會裡面 就像政治哲學那樣 這是我願意生活的一個社會嗎 我願意生活在這樣的一個體制裡面嗎 如果我不願意 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像馬克思主義那樣的 這個徹底的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呢 還是我要去追求某一種民主的制度 用這個舉手投票的方式 來進行我的社會生活 這個就是人之所以為人之所在 那在這裡他就談到這樣的一種特點 那談到這個特點之後 他才得出了我們在下面所看到的 這個結論就是他所說的 人是一個哲學的動物 人的理性哲學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他會來反思自己 並且改善自己建立人類的文明 而動物呢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文明在 那麼他在前面他談到 他說人甚至會質疑說 我這樣的生活是否值得活 然後他就談到這個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他說在這個哈姆雷特的這個戲劇裡面 這個悲劇裡面 哈姆雷特問了一個這樣的問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他說這個to be or not to be 其實就是存在或者不存在 那麼存在或不存在其實就是什麼 生與死 因為哈姆雷特那時候在想的就是自殺或者不自殺 這樣的一件事他說這正是問題所在 就是我要選擇活還是我要選擇死 這個是人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哈姆雷特在做那樣的一個思考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確的感受到 那是一種很人文主義式的一個人他會陷入的一個困境 因為動物不會有這樣的一個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這樣的一種情況 然後呢他就講到他說 那隻被那個 Georgiana 那隻貓所追的那隻松鼠 他其實也有一個他的困擾 那麼這個困擾呢就是第八頁那個第二段那個影文 他把他用哈姆雷特的話這個加以改編 他是to die by claw for sure or else to live 就是我到底要死在貓爪之下 或者是我這個跳下去狗言殘喘 這樣的一種情況 after the fall perhaps 在跳下去之後 那跳下去其實不見得一定能活對不對 所以他說 perhaps 然後他說 that is my question 這個就是我松鼠的問題 所以松鼠考量的 他的理性考量的是這樣的問題對不對 但是人所考量的顯然就是 雖然在句子的形式上面看起來非常的類似 但是在哈姆雷特那邊 他是一個充滿了一種人的那種 在反省當中在面對著他的人生的時候 的一個困境 這種困境跟松鼠的困境是不太一樣的 在這段話之後他就最後他就在接著 就是第八頁的影文下面那一段 他就講到我順便告訴大家一下那隻松鼠的結局 就是松鼠呢跳下去了然後沒有死 但是呢他就 by color 就搏腳了就一搏一搏的但是呢 他至少沒有被這個 Georgina Georgina 那隻小貓給這個吃掉 這個是剛剛那個松鼠的故事 好大致上哈這個就是他在這裡面講到 所以他應該要為哲學這個他問哲學是什麼 但是他講了一大堆看起來他一直在講人跟動物的差別 但他最後得出來的就是 人是一個哲學的動物 而這個哲學的動物就顯示了 哲學在這裡面所包含的 就是人在這裡面所表現出來的 不一樣於動物的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你在這裡面看到就是跟我所講的那個哲回反思反省 那個有些什麼樣的同跟異 但是總之他就是只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談哲學 就好像他在前面談什麼是課堂參與 結果他講了一個人 那個人其實在課堂上都不講話的 但是他最後說這就是課堂參與 那現在他要講哲學 他都在講人跟動物的不同 然後最後只是冒出來說 這個人是一個哲學的動物 讓你去理解哲學是什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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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